待會我就坐著講 那個就是我這一次 我是第一次去中國大陸 那我想就是說 雖然是第一次 但是其實過去在環境資訊協會服務八年來 做電子報八年 也是一直持續的在收集中國大陸的環保新聞 那不過就是用 用網路的訊息來關心 跟實際到現場看又很不一樣 那這一次呢 我總結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就是用這個標題來總結 就是我覺得去做兩岸環保交流 我是希望我們台灣的環保經驗 可以一點一滴的去改變這個世界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我想先做一個自我揭露 就是過去呢 其實個人對於中國實在是非常的不了解 那小時候的歷史地理 有那個相聲裡面的笑話說 我們的地理都變成歷史 我們的歷史都變成小說 我們一直在想說 我們的這個中華民國的領土 涵蓋這個幾萬幾千平方公里 我搞不清楚 那本來還是一個敲海棠等等這些 就是說對於中國大陸的認識 是很不實在很恐慌 那直到那等到這個有稍微到了高中大學 有點看到一些批判的思想 或是民間的這些歷史的史料之後呢 也開始產生了一些反叛 覺得對中國是有敵意的 這一段時間我歸結我自己是對於中國認識的黑暗起 那他到底要叫大陸還是叫中國 還是要叫中國大陸 那到底我們要跟他統一還是獨立的關係 還是一邊一邊的關係 那中國又有兩千還是幾千顆飛彈對手 到底我們跟他要維持什麼關係 我看到中國的民眾 中國的NGO團體又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看他 在沒有實際接觸之前 我都是不了解 我都不曉得自己該怎麼看待 那等到實際接觸之後呢 其實我如果說我在大陸 中國大陸應該算是一個呆台包 那但是呢做兩岸環保交流 等於是說有開啟了 我對中國了解的視野 那環境資金協會就是在 跟中華發展基金會以及陸委會 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機會下呢 從2006年開始 有機會邀請到中國的NGO 以及媒體還有大學生 都來過台灣 那我也跟著採訪過幾次 隨著這個中國的環保人士 還有一些媒體人士 去看了台灣很多地方 那在這個過程中呢 我也透過跟他們的訪談 以及聊天 以及一些時間的相處 有聽到一些 所以實際聽到他們觀察到 自己的這個環保問題 例如說有過去呢 沒有聽到的時候呢 我通常都是只是看到一些網路的消息 例如知道說 沙漠化對於我們的空氣品質影響很嚴重 而且特別是經過沿海地區 會有經過一些 會夾帶一些工業的這個排放 那再來就是台灣的海邊垃圾 越來越多中國的貢獻 一些外來種也是來自中國 但是如果說透過實際的交流 我瞭解到一些真實的故事 譬如說有一位山西的記者 他朋友他告訴我 他在那邊採訪 採訪到非常多的故事 其實是那個山西是一個產梅大神 那但是呢 民眾在吃飯用餐的時候 常常碗裡就出現了梅灰 或者是有一位南方報系 南方週末報系的 南方農村報的記者江華 他講他第一線到這個 三峽大壩的那個生態移民的地區 去訪問那些受害的移民 就是被迫要移民的這些民眾 然後看了那些 從三峽還沒蓋起來 看到他蓋起來 這些故事 我開始了解就是中國這些 這個真實的這個民間的故事 那這一次去呢 又聽到更多故事 包括這個 這個有一位淮河的這個衛士呢 霍老師他告訴我說 他三十年前就住在淮河邊 那時候小孩子還可以在裡面玩水 但是呢 現在必須要戴口罩 才有辦法經過那個地方 那他曾經為了取景 拍那個汙染的畫面 還一度覺得自己怎麼 他就跟我說 他發現 他怎麼一直對不了教 他那時候是手動飛教 可是怎麼一直對不了教 他發現 是不是自己意識模糊了 趕快 趕快趕快跑 然後 隔天呢 跟朋友借了防毒面具 才趕回到現場去拍那個汙染的照片 這些故事都是在現場 才能夠聽到 那譬如說這一次也有大陸的NTO 帶我們去 龐州近郊 去看一個就是說 村莊裡面滿滿的這個 那個沙啊都被載走 被運走 就是那個工業一直在那邊開採的沙石 但是卻沒有顧到環境的品質 整個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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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所得去宣導 那這也是中國農民的旗人 那目前呢 我為什麼會覺得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去看待中國的問題 我會覺得說 那確實就是說 中國的確需要了解 那在過去呢 我們台灣民眾 或者說比較接近的訊息 都是這個美國的 比較知道美國 它在這個抗擾或是環保的工作上 常常處於龍頭地位 但是呢 這樣子的初步觀察 我覺得說 其實中國呢 它也有很重要地位 因為中國人多 然後現在呢 在2006到2007之間 種種的數據顯示 它的排放量已經超越了美國 到2006年的時候 這是我們自己的翻譯報道 就是它的排放量 已經距世界第一 雖然人均排放還沒有超過美國 但是整體已經超過美國 那這部分呢 就是我們在想 那我們跟中國 到底可以維持什麼關係 我想到的是 天大的麻煩是 中國 這是中國的一句討話 天大的麻煩是 除以13億 就變得微不足道 但是呢 如果反過來講 我們每個人去 如果能夠從觀念行為上 改變每個人一點點 那這樣的累積的效果 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我覺得 改善中國的環境問題 就等於是用巨大的量變 去帶動質變 那改善了中國的環境問題 就等於改善了世界環境的問題 十之八九 那這部分呢 我們真的有可能去改變嗎 從兩岸交流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了一些實例 跟各位分享 這一位是在杭州市開家餐廳 他的餐廳就叫做 開心廚娘 老闆娘叫高水娟 他 我們去拜訪他的時候 他很自豪地告訴我們 他這三年來沒有浪費過一滴廢油 那他廢油做肥皂 這樣的一個經驗是哪來的呢 是2006年第一年的時候呢 那個杭州生態文化協會的這個會長 辛浩呢 他來台灣參訪的時候 碧如姐就安排他們去參訪台灣的很多環保團體 其中一站是有看那個主婦聯盟 用廢油做一個照 那他把這樣的經驗還有相關的資料帶回去 告訴他們的會員跟志工 那高水娟老闆娘 這個開心廚娘 他就學下來 那現在呢 他已經變成廢油做肥皂的達人 他到杭州 整個大杭州區 幾乎所有的角度 他都去演講過去 去分享他的經驗 這是一個 看起來是一個小小的意思 但是我真的看到說 我們的經驗真的對他們發生效果 那這個是一位上海的環保媽媽 江玫瑰 他本來在自己的社區 就有在關心一些環保的事情 那他過去呢 有很多點子 其中一個點子就是他收集很多那個 那個牛奶瓶 那這些各位看到這些帽子 他手上戴還有這個在家裡客廳擺了一大堆的這些帽子 全部都是用回收的牛奶瓶做的 那這個其實他在關心社區環保的過程中 有一部分呢 也是他去年有來台灣 一部分也是看到台灣的一些社區在做的這個資源回收的經驗 他也敢有一些新的點子 我們啟發了他 那他我們去拜訪他的時候 他一直在說 台灣的環保做得多好啊 我們上海人都比不上啊之類的 他很希望呢 把他看到台灣的好的部分呢 多多告訴他社區的人 讓上海更多市民了解到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有些有些體會 那但是呢 在中國我也看到另外一個現況 就是 這是我們去參訪的一個師弟 是溫州叫做三陽師弟 那溫州的三陽師弟的管理者 今年也有來過台灣參訪 也有來過關渡自然公園 待會處長這邊會分享 那這個是就是三陽師弟的這個空照圖 他們提供給我們的照片 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濕地 那過去呢就是有 過去這邊就有點像江南水鄉 那個居民呢 以周圍家或是以周圍圍車 這些這樣的交通方式 或是生活方式 都跟水很緊密的相比 非常不錯 那但是呢 過去曾經就是有很嚴重的汙染 包括就是養殖業越來越多 工廠化的養殖 還有就是製造業 居民也做製造業 然後或者是外面的製造業進來 漸漸的把這個三陽師弟的水質 就是說都污染掉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 好像不錯 就是說水也清了 然後一片濕青花藝 然後他們都有在做統一的這個社區營造 那個左下角這樣的房子 就是他們有統一做統一式樣的翻新 那這是看起來現在很好 那是怎麼辦到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例子 在德青的夏祖湖師弟 德青是在杭州西北方 也是等於類似台北跟桃園這樣的距離 或是台北到新竹這樣的距離 那德青也有一個這樣一個大師弟 他的水系呢 跟太湖是相連的 那也是跟三陽師弟一樣 是居民跟水的生活很緊密 過去也發生過很長期的 這樣的水質污染的狀況 那現在我們去看都很輕 那我們去那邊坐這個 他們的船去遊湖 然後到水上人家去喝茶 吃他們的民產 這些活動呢 在當地已經慢慢的在做起來 但是這樣的整治是發生什麼故事呢 在中國我們可以看到 在中國我們透過訪談 其實知道說 大概知道說 其實這是在中國政治體制下 大概就是一個由上而下的行為 他們的管理者當然會說 他們其實是有跟當地人商量 會做一些整改的時候 會給一些補助 或者說一些補償 但是我很懷疑那樣子的一個 就是說我還蠻懷疑那樣子的一個 那樣的認定是不是太過一箱全 對於管理者來說 那整體來說 他們是很快很強勢的做 就是他們決定要達到這個標準的時候呢 養殖戶與農場必須就要簽建 就是你必須簽走 你如果沒有辦法達到這個 政府規定的標準就簽 那不然的話就是留在原地就必須去做改善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把拆遷 把那個養殖戶啊 或是工廠簽建走以後呢 就把原來的濕地的水質做了很大幅的改善 當然另外他們也搭配一些污水處理設施等等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他們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透過這樣的過程 有做一些生態流的推動條件 但是呢 整個過程是由上而下的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在都市地區也看到 在都市地區像我們的這個導覽基地 我們參訪的基地是杭州市 那杭州市就是 整個市區都是禁止摩托車 大家都是 不是開車的話就是騎電動機車 那幾乎沒有機車的吵雜跟空氣亂的問題 但是喇叭聲很多啊 那但是呢 就是說在都市跟農村都可以看到所謂的 你要政府要做就可以做得到 好像是很有魄力很有效率 那我們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那在上禮拜六在台南的分享會上 有其他的這個夥伴 他們也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看到中國這樣做 可以很快的去做到一些環保的改善 是不是我們要做到環保的改善 一定要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難度